天氣越來越炎熱 加上午後雷震雨 一不注意就會因為積水 造成三班加文滋生 今年6月在桃園就出現 全國第一例日本腦炎案例 到7月6號 全國共有11例確診案例 讓民眾都不敢輕忽 住家附近的積水處 因為這樣才不會積水 因為是怕會有東西 夏天會有蚊蟲那種 所以要把它弄乾一點 所以要把青苔弄掉 把髒水都弄掉 疾管署副署長羅怡君表示 日本腦炎好發的主要年齡 是40歲以上的民眾 被蚊蟲叮咬後 感染日本腦炎後大多無症狀 少數會有頭痛 發燒或 無菌性腦膜炎等症狀 嚴重則可能出現急性腦炎 精神神經性後遺症甚至死亡 那感染日本腦炎事實上 最嚴重的情形 是可以引起嚴重的意識不清 那腦部的病變甚至會死亡 那常常都需要住院 甚至住到家務病房去治療 所以民眾也不宜輕忽 目前北中南都出現 案例的情況下 疾管署也呼籲民眾避免在 黃昏時到水稻田 池塘 灌溉沟渠等地 除了穿長袖避免蚊蟲叮咬 也建議民眾可以到衛生所 接種自肺疫苗 記者是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 就有一個人在這裡 看到我一定會在這陸的地方 有些人在這陸的地方